24小时内91次地震影响美国黄石公园 沉睡的火山会苏醒吗? 地震在地球上是分布非常广泛的自然灾难 并且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之中 特别是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大小不一样的地震时刻都在发生 所以地震在如今是人类最为担心的自然灾难之一 因为一旦出现较强的地震 破坏是人类难以想象的 在海洋区域地震还非常容易海啸 这就是为何人类不期待任何大小地震出现 但是又没有办法 因为人类无法阻止地震的发生 只能顺其自然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 最近一段时间 黄石公园附近出现了极强的地震活动情况 24小时内发生了91次地震 是今年以来黄石公园地区最为活跃的地震时段之一 地震发生的区域位于黄石湖西南部 在心脏湖和西拇指之间 本次地震群引发的地震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大 只不过在等级上来说稍微低一点 所以这可能是火山活动的一个情况 确实在科学家之中 一般在火山喷发之前都有火山地震情况 所以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火山喷发 这也是正常的事情 这也是正常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